花莲有石头故乡的美名 丰富的矿脉造就出独特又蓬勃的石材产业 也孕育出许多竹梦踏石的创作者 用石雕为城镇增添艺术气息 石头里刚柔并进的能量 藏着许多属于花莲的人文故事 带你快看一看 七星潭海岸 最具象征性的鹅卵石 以假乱针既像石头 又像台式马卡龙超级吸睛 之前买的名产都 他们都已经有拿过了 我想说刚好 几几天来买面包的时候 刚好看到这个新的产品 因为我刚好这次来的朋友 也蛮喜欢石头的 所以我觉得买这个 既符合他的兴趣 然后也非常好吃 其实这个布检石 很能够代表花莲的感觉 因为花莲七星潭的石头 是很有象征性的 然后像我的亲朋好友来 我就会特地买 这个一两盒送他们 架上琳琅满目的面包 又以他最独树一格 得用竹炭可可粉来复刻 再用鲜奶油画上白色石纹 也勾勒出老板王丰敏 对环境保育的意识 其实本来它就是七星潭鹅卵石的样子嘛 有白色跟黑色的 那我们会叫七星潭不检石 当初就是希望呼吁就是来花莲的游客 你如果喜欢这个地方 能够把我们这个可以吃的石头带走 然后不要剪七星潭的石头 悠感许多游客喜欢在七星潭 别石打卡后 再顺道带走鹅卵石回家 不但出了法 也会耗劫自然资源 先前更有海外游客回国后 特地把石头寄回来的例子 王丰敏期望透过烘焙 呼吁大家一起手下留石 我们在市中心十分钟可以到山 十分钟可以到海 所以山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 海就像我们的母亲 所以我们会很希望说 大家爱这块土地 然后也能够爱惜这样的环境 除了七星潭闻名全国的鹅卵石沥滩 花莲其实无处不石头 脚下美丽的奢文石步道 随处还可见石材必贴 石雕公车亭 正因为境内的太鲁阁峡谷 是世界最大的大理石峡谷 丰富矿卖造就花莲与石共生的文化 石雕艺术也应运而生 世界各地的石雕好手 这天聚集在石雕博物馆前 忙着为作品收尾 由国内知名石雕家王彪担任总指挥 告诉我哪个是你最喜欢的信息 信息 你能够读到这边 我能够读到这边 从咖喱里面 对 对 花莲就很像意大利的卡拉拉一样 因为它们也是一样跟花莲 很多的那个石材的那个产量 所以大部分的石雕家 也都是往卡拉拉去那边常驻 争战过世界各大舞台的它 得意秀出手上的 Made in Taiwan 刺青 用石雕让世界看见花莲 因为整个台湾只有花莲产的石头 是比较多跟比较多样性的 我们花莲有白色的大理石 黑色的大理石 还有绿色的蛇纹石 对 这些都是在花莲当地 比较热门的一些石种 所以不论是建筑跟雕刻 都是我们花莲的首选 花莲这个石头县 吸引老外跨海来台创作 所有石雕作品 都会留在境内各大风景区 让这门城市艺术更蓬勃发展 更多属于花莲的故事 也就藏在这一模一凿间 那个石头的价值不是 是自然的价值而不是像我们人工的价值 就很珍贵 对因为你石雕石头用一颗就少一颗 对所以 而且它是很多地球历史以来一直 淬炼的过程 对啊 会一直存在 所以我就喜欢石雕 美美说起对石雕的热爱 就让林立人满是悸动 来自高雄的她 原本在制造业担任工业设计 拥有一身美术底子 因缘计会下 和老婆一起回到花莲娘家 从事产业创新辅导时 偶然结识了石雕启蒙恩师 我本来高中就有那种 可以去施工科做选手的机会 可是我那时候也是很肤浅 我就看我们学长都在拿那个 像刚刚那个枣子这样敲敲敲 然后全身都脏脏 穿得跟我今天一样 我就觉得 那个没时尚啊 没主流啊 很爽啊 然后想到就是浪条啊 结果没想到我去蔡老师那里看的时候 就是原来石头有这么多种颜色 石头藏着的千变万化 深深触动林立人 让他毅然决然舍弃安逸的办公室生活 从此陷入石雕这个大坑里 拿着的滑鼠也变成各式各样的鸡溪 然后这个一只大概八九公斤嘛 所以你就要懂得借力使力啊 比如说切横刀的时候你就要能 所以我们会有肚子啊 就可以撑出这样 林立人笑着说 选择自己热爱的生活 就是胖了十几公斤 才能应付石雕的持重工作 好让他把天马行空的点子 顺利幻化成一件件心血结晶 经过十年的淬炼 他已经参加过将近二十场国际石雕创作营 这一件最新的作品 女儿特别展现铁汉柔情的一面 比利时它这一次的主题叫童趣 就是童年的时光 我那时候就想说 其实童年的时光 比较好的回忆就是跟爸爸的关系 所以我就做这件作品 当然啦就是也很庆幸自己有小孩 就是有时候可以反处 有时候你有小孩的时候你可以反处 哦 原来你小时候的感受是这样的 把人生的各位把它弄石雕成熟的 对 也给自己一些 有去做就会有一些感受会产生 花莲的石雕艺术 蕴含刚柔并济的能量 令人叹为观止 也造就踏实竹梦的人们 这份深厚的人文价值 归映圈永光彩